年度最期待动漫电影上线了,看过之后却感动得一塌糊涂,小编这次安利的电影同样的是国产,同样是母亲,因为这样的片子不应该被埋目,声门有句折言比较说得好,你连人都没声过,谈什么人声,有点调侃的味道, 不过当你看过这部影片,就会深刻的明白这句话的每一个字,故事主要讲述了四个家庭,因为他们的故事比电视剧还要惨烈,这就是真实的生活,其中两个家庭,一个家庭,妻子患有高血压,同时怀着双胞胎,前置胎盘,每天都处在生死的边缘,时刻准备着做手术,而最难的问题是没血,贷款,信用社说他们没心带症,借钱,周围都是一群穷亲戚, 这才真是走透无路,医生也为他们着急,但提前也跟他们说好了,不做手术就得考虑,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问题了,手术费至少得一块,一大两小三条人命,男人的哥哥,借遍了身边所有人,借走了朋友十天后给儿子办婚礼的钱,甚至还借了高利贷, 有句俗语说得好,穷人生孩子,是拿女人的命患的,另一个家庭,妻子已经怀过两次月,那为什么有了两个孩子,还要继续生,孕妇说,在农村如果没有儿子,别人就会对他指指点点,说话极其难听,儿子对他来说,没有就是抬不起头来做人,因此不管怎样,也要必须再生个男孩, 妻子手术的过程中,丈夫留下着急的泪水,最终很幸运,手术成功,捡回了一条命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重男性女的传统观念,平时电影看多了,可能会觉得生孩子,就是老公握着老婆的手,医生喊着一二三加油,其实生孩子的场景,真可以用这个片名来形容,女人生孩子,就是要跨过这样一道门,生和死的门,生孩子的妈妈,经历了生死,肚子里的孩子也走了一趟鬼门, 生孩子,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,对于一些人来说,孩子不管是男是女,是否需要后续费用,都是一道道看,养一个孩子,真的很不容易,这部影片包含了太多的东西,看过这个片子的人,但凡是谁,都应该感谢自己的母亲,冒着生命的风险把自己生下来,每一位母亲是伟大的,能排出这样血淋淋的故事,老演又是何取人影,老演陈卫军,03年上瘾好死不如赖活着, 毛头直接对准艾滋病这个敏感话题,而这部影片也获得了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,和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奖,07年上映,请为我投票,以民主为话题,并获得了08年亚神兰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,而这部电影,同样毫无疑问,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,这是对母爱和生命的赞颂,也是对生命极为严肃的探讨。 好